有人提到跟台灣之前 我想台灣領這個消費券 振興券 這個台灣人大家還滿有經驗 有人就說中國要不要也來發個 5000億的這一些所謂的消費券 來刺激一下這些內需 因為畢竟怎麼樣 在這個大家都不敢消費的過程當中 那就給錢啊 給錢給他消費 這錢總是不是你從你口袋 帳戶裡面拿出來的 現在還是國家的錢 還是大家的錢 不過至少人嘛總是感覺 這還是有一點意外之財 這種意外之財是不是 大家就會勇敢的來做消費 老師覺得以中國現在提振這部分 到底它的效益會是怎樣 真的這樣子做了之後 中國真的就會解決他們現在 所面臨的經濟的燃眉之急嗎 OK 好 有一個基本的問題先講清楚 就是說發這種消費券是刺激經濟 不是舊經濟 就是說這兩個是兩回事 對了 它只能最多也只能刺激經濟嘛 其實中國早就在做了 去年年底的時候 中國已經有超過40個城市 在發不同的消費券 譬如說有發汽車的 家電的 對不對 這個餐飲的 運動的都有 可是因為各種原因 所以說看起來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說最近這個中共的政協委員 清華大學那個知名的這個經濟學家 李稻葛嘛 李稻葛嘛 李稻葛也被叫做是中國經濟的國師嘛 他就主張說其實應該強烈呼籲 這個中國政府發5000億人民幣的這個消費券嘛 那根據李稻葛的估計 發了5000億可以帶動1兆人民幣的消費 然後在這個流轉中就可以 這個政府可以抽稅嘛 還可以回收3000億的這個人民幣的稅收 這個是李稻葛的樂觀的計算 不過有兩個方面的大問題 第一個方面的大問題 這個地方政府要發到5000億的消費券 地方政府根本沒錢 就這個錢哪裡來 這個我們後面會談 那還有另外方面的問題 就是說5000億這個總數看起來好大 可是中國有14億人嘛 所以說你除一除 可以分到每一個中國人民的手上 就350塊人民幣 好 折合新台幣1500塊了 這個等於是說中國大陸他們其實 就自己就有很多網民說 這不是消費券 這個是在發雞肋就對了 所以說他們應該 他們缺的是本金 他們不是要券 他們是缺本金 你如果跟台灣比的話 你看我們台灣今年年初 是每一個人發6000塊新台幣 對 發現金 所以我們今年也不是發消費券 然後這個差距就很大了 你看我們一個人是6000塊新台幣 中國大陸他們一個人是 我剛剛錯了1500塊嘛 第二個方面其實我們台灣政府 今年還對外來的自由行的旅客 發了5000塊這個旅遊券 那個是對外國來的自由行的旅客 所以說就是說根本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這個李道奎有一點他說的是對的 他說中國大陸現在對這個通貨警說的討論 好像有點走偏了 其實根本的問題就是中國的經濟偏冷 這句話是對的 當然李道奎講得還很婉轉嘛 真實的情況就是說中國大陸就今年以來 很清楚的它的這個經濟發展的三架馬車嘛 對不對 這個投資 出口 消費 全部熄火 這才是根本的問題 為什麼會全部熄火呢 應該是這麼說就是說從中國大陸 它是這種灰犀牛 黑天鵝一起來 從我的角度看 我是把它分成 這個三個方面的這個背景原因 簡單的說啦 第一個是結構性的原因 第二個是人為因素 第三個是時代因素 結構性的因素滿多的 我只講一點就夠了 就最特殊的 就是說中國的這個GDP 竟然有40%是靠房地產在拉動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畸形的 這種經濟發展模式 這個道理也很簡單嘛 就是說過去中國大陸 地方政府 這個為了要發展它的GDP 然後全世界各國又對中國投資嘛 所以說它不缺錢 所以說它就大量的這個招商引資 往房地產走 就是說賣地 對不對 草地 然後再過來用那種財政的那種高槓桿 來操作這一套遊戲 當外國投資多的時候 你這套東西就沒問題 可是現在外來投資不來了 不來就算了 你自己國內的企業的投資 也無以為繼了 為什麼無以為繼 我剛剛說了 這就是人為因素 人為因素又有兩大因素 這個一講大家都知道中美貿易戰嘛 對不對 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已經搞得等於是說 中國跟全世界 還不只是跟美國 跟全世界的這種這種產業鏈 尤其是高科技的產業鏈嘛 脫鉤斷鏈嘛 那只要是一脫鉤斷鏈 這個工廠它就會外移 不然就倒閉 工廠外移一倒閉 就會產生眾多的失業人口嘛 再過來還沒結束 人為因素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就是習近平 就是習近平過去3年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他對這種所有的民營企業 他是打壓監管 就是說他自己又在整他們中國的 自己的私人企業嘛 所以私人企業它的規模就要縮小或萎縮 或是說一樣這個出走 或是結束營業嘛 又造就了一大堆失業的人 最後一個時代因素 3年疫情最好是時代因素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 那個中共他推動這種封城清零嘛 其實這種封城清零 他就是等於是說 他是讓這種經濟窒息對不對 他親手掐死了經濟 然後這個經濟的這個消費嘛 就市場製造跟消費 然後這個習近平是親手掐死了 他們自己 中國自己最有活力的民營企業 所以說這幾個因素 你把它加下來 剛剛說了脫鉤斷鏈 外移倒閉 大規模失業 房地產崩盤 所有的就會造成 地方政府的這個稅收失血嘛 所以你今天看起來就是說 中國的經濟問題是一環扣一環 整個出事情 所以說這不是靠一個發銷費券 就是刺激經濟可以救得起來的